OK 開始錄之前呢 我臉又黑了 OK好 大家應該看得到我 開始錄之前呢 我想要講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在這位置找到了這個羽毛 他是真的喔 他是真的 但我在想說 我小時候撿到的應該不是這麼大隻 應該是這麼小的 然後呢 我記得小時候我在 丹恩巴 Evergreen 小學的幼稚園的時候 好像我也不記得到底是什麼原因 但是應該是每個禮拜就會選一個 Either是Birthday Girl 還是說就是那個禮拜是好學生 就會有一個寶物盒 然後那寶物盒呢 裡面就會有一些小禮物在裡面 那 我不知道說這寶物盒 畢竟我當時英文也 不是那麼好 我才剛來美國 所以我也不知道當時寶物盒是說 裡面的東西你回家可以拿出來 但我只記得是說當你還回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放一個新的進去 然後呢 你可以擁有那個寶物盒一整個禮拜 那可能是因為我的習慣 我的個性就是家裡 爸媽永遠都會給你一些玩具啊 並沒有覺得說一定就是很特別追求這個寶物盒 一直到學期快結束的時候 有一天我終於拿到這個寶物盒了 那我記得我拿到那個寶物盒的時候 我還不會綁鞋帶 然後一直到最後一天要交回去的時候 我還是不知道要放什麼進去那寶物盒 因為到學期末了 你想能放的東西都放的進去了 有人可能放個籤筆啊 卡片啊 或者是貼紙啊 什麼都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放什麼 然後呢 就那天門一打開 要出家門 要上學的時候呢 我就在那邊 可能我動作比較快 我就剛好在門口學著怎麼綁鞋帶 我那天竟然綁會學 就是學會怎麼自己綁鞋帶了 不是Lazy的那種事 就是真的自己綁那個 就是蝴蝶結的那種鞋帶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終於會綁鞋帶了耶 然後就在等我妹妹啊 媽媽啊 爸爸出門的時候 發現了門口有一個 就一個 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寶物盒要放什麼 然後又很尷尬的本來想說 那就是整盒還回去 老師打開要跟大家分享 可能發現我這禮拜什麼都沒有放的時候 就放了一個羽毛 那放了羽毛之後老師也蠻驚喜的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可能非常connected to the nature 很喜歡大自然 然後大概只有我放這麼天然的東西吧 不過他們是真的 但是取之於大自然 還之於大自然 所以我決定把它放回大自然 然後希望大家都更愛大自然一點 哈囉 這一集是中文的 然後 語役頻道都會放中文的 topic 但是如果你要聽英文的版本的話 請前往 HAPPINESS WELLNESS TALK HAPPINESS WELLNESS頻道去看我講英文的部分 那 英文可能會講的比較精簡一點 因為有一些 黃帝內經裡面的文字 我可能就不會翻譯了 那 中文版的話 我今天要提的兩個 兩個meridian 是 腎臟跟 跟膀胱精 那膀胱精在下午 這週的圖會跟之前不太一樣 是 也是我在3月份的時候 比較不忙的時候 然後 非常的 投入在 陰陽的圖片的時候 製作的 那 在練習 調這種顏色 然後順便畫出了這個 12時程的陰陽 然後四季 還有 這個 時程啊 然後經絡 五臟六幅的圖 那 3點到5點的話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講的 膀胱 它不是第一個經絡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這兩個 就是 3點到5點 是 膀胱 5點到7點 是腎臟 那 這個時間呢 其實是 算是一個 陰陽交錯的時間 就是 太陽正要下山 然後 夜晚慢慢要開始 來臨的時候 那 這個時候呢 也是我們在講 水分的現象 就是 水稻系統 那 因為我們都知道 膀胱精本來就是在代謝水分的 那腎臟其實也是在代謝水分的 所以當你的代謝不好 比如說你今天吃很多藥物 或者是 單單你都很健康 可是你吃的東西是 中鹹 中油 中 中糖的話 那這些都會增加你腎臟的負擔 所以我們過去也談過 關於減肥啊 養生啊 千萬不要選擇用過度結實 或是過度蛋白質療法 或是過度某一種 偏向某一種飲食 偏食 我會認為那是偏食療法 不建議你就是說 只攝取某一種食物 來達到你的目的 因為 不管你怎麼做 都是對身體一種傷害 那 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是放在 吃東西上面 但是 我們先從這個 下午 生食 就是3點到5點開始 3點5點是 膀胱精 所以就會建議 這時候呢 要多喝水啊 補充足夠的水分 如果一整天都還沒有喝水的時候 這時候要趕快喝水 然後呢 如果感到有 想要排尿的話 就趕快去上廁所 去排尿 然後呢 下一個 下一個 嗯 下一個的話 就是腎臟 腎臟我們過去知道 就是 嗯 老一輩的就很喜歡說 哦 腎虛啊 腎虧啊 但是其實 腎臟會這麼形容 是因為 腎臟其實是主要 顧的是我們 精氣神裡面的精氣 就是說我們的精髓 或者是說 嗯 比如說頭髮長出來 就是 就是 等於是我們可以看出 這人的腎臟好不好啊 他是不是 腎氣旺盛啊 血氣 血氣充足 那 腎代表的有陰虛也有陽虛 所以不是單單說 腎虛就是腎就不好 不是這樣子 腎有分陽的部分 也有陰的部分 他可能今天會有說像 更年期症狀超熱啊 或者是說 他可能今天 手腳冬天到的時候 手腳容易冰冷啊 或者是容易 呃 比較容易 疲累啊 也算是一種腎虛 那腎虛可以來自 你天生的 一吸一解釋的話 天生DNA 長 養成的東西 那也有 包含你後天 就是 嗯 心起坐臥 飲食運動 跟 跟睡覺 造成的 改變 所以 腎的好壞 不是單單只看說 喔 這個人就是疲憊 那他就是腎虛 不能這樣子 一 一罐 蓋汁 那 腎臟我們要再保護自己的話 因為這個顏色呢 我們就會說 傾向於吃一些黑色的食物 當然你不要過度攝取 任何一種食物 可能會造成身體的燥熱 就是像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吃過多都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但是呢 當然黑色在過去 就是說可以保護我們 幫助我們補充 或者是補我們的腎 例如呢 黑豆 黑棗 然後山藥 然後 然後 黑芝麻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一些食物 或是黑米 黑糯米 這些都是 或是紫米 都是一些可以幫忙的 還有 藍莓 就是黑色或藍色的食物 可以幫助 幫助到這兩個 這兩個穴位 Meridian 這樣子 那剛剛一開始講到的就是 這個是時程的方面 12時程 3點到5點 5點到7點 同樣的 我們剛剛也提到的是 陰陽轉換的時候 以後就是 從 從 陰 從陽長 就是 嗯 什麼 怎麼解釋 從白天長 換入 進入 白天陽 去開始 就是開始 白天變慢 減斷 就是陰長 陽收的時候 陽消的時候 就是 等於說 在四季裡面的話 就是 就是 晚下 就是 立秋 促暑 進入 秋天 就是 的 嗯 對 就是 在 就是 大熱小熱之後 就是進入到 嗯 正式進入到夏天的 Late Summer 跟 跟 秋天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 陰陽季節轉換的 的時候 那 就是 白天長 跟 長短 跟下午 跟 白天 白天時間慢慢減短 然後夜晚也慢慢減長 早晚溫差也變大的時候呢 這段時間 也是我們身體正在調節的時候 所以這段時間 從 夏天的話 我們都說要養心 減少水分流失 進入 秋冬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 在秋天 秋季感到水分不足 所以很容易乾燥 所以秋天 最怕的是燥 所以在 擔心這個燥的話 也有一些白色食物 因為 嗯 秋季屬精 那秋季的話 我們就說同時也是可以保護我們肺部的時候 所以 為了要保護我們的肺部 不要乾燥 講 嗯 脂氣管等等的各種症狀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多吃一些 百合啊 然後 燕窩啊 或者是 嗯 白木耳啊 各種 滋鹰的東西 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山藥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東西 還有女生也可以吃蓮藕 然後 嗯 白米飯啊 糯米不是壞的東西 所以適量攝取這些碳水化合物 也會幫助身體有足夠的體力 養好我們的脾胃系統 然後 增加我們秋天秋收冬腸的功能 那我們就跟著四季大地一起 一起 一起 一起成長的話 到秋天的時候就是要開始 Preserve 然後 夏天盡量不要 嗯 流汗過多 然後好好養自己的 調自己的 氣息 然後 希望大家都夠健健康康的入冬 我們下次再來談 我們下次再來談 其他的 經絡 下次見 掰掰 OK 沖飽墊了 這應該算是我中文的side talk了 就是 很努力的在 有太陽的時候 然後又不是很熱的時候 又不是人很多的時候 還有動物不會攻擊我的時候 露營 所以我盡力 然後希望大家往前往 HAPPINESS WELLNESS 頻道而看 英文的 嗯 因為我沒有做筆記 然後就是根據紀念 跟記得的東西去講 所以希望這些 訊息能夠有幫助到你 所以如果喜歡的話 趕快 前往 HAPPINESS WELLNESS 去看我的 HAPPINESS WELLNESS TALK 跟 英文的其他 關於Meridian的 的資訊 那接下來我會慢慢的 增加一些 嗯 跟 五臟六腑的 訊息 然後幫助大家 四季養生 十二時辰養生 節氣養生 然後 嗯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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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